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饭桌上的神学院 饭桌上的神学院又开张了 这次呢仍然是陈牧师在我们中间 为我们带来政治神学漫谈 那听到政治呢又加上神学呢 这两个不同的词加在一起呢 确实也给我们带来很新鲜的感受 因为我们谈政治的时候 好像觉得跟神学没有关系 谈神学的时候好像觉得跟政治也没啥关系 但现在这门课居然是把政治和神学连在一起 就说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程 所以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和讲解呢 也一直让我们在这两个领域里面呢 有不同的得着 那我们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 你好陈牧师 你好大家好 感谢主我们再有机会一同的分享 在历史当中政治里面的基督教信仰的见证 求主祝福我们这个节目能够造就各地的同工 我想一定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有被造就的 那海伦自己呢是绝对是被造就的 因为陈牧师带我们穿过千年的历史 从柏拉图一直走到中世纪 现在已经走到了17世纪的霍布斯 特别上次您对我们讲这个立位坦 其实这些人名我们好像多多少少都听过 什么马基雅维利啊霍布斯啊 我们多多少少听过 但是确实是没有从一个政治神学的角度去听 可能间或间我们会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或者网上什么豆瓣啊知乎啊 我们大概能查到一些资料 但是那些资料更多的是一个无神论背景 或者是这个世俗世界的人 他们写的和他们的看法 所以这次陈牧师您带我们 您从这个神学的角度 让我们重新来审视这些名人啊 这些巨匠 我觉得真是不一样的感受 也非常感谢陈牧师 那我想今天我们在17世纪 除了要遇见霍布斯 我们还会遇见谁呢 我们继续留在英国啊 我们今天呢要提到三个很有名的人物 他们被称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三位的猛将领军人物 第一位就是约翰·洛克斯 最最有名的了 他生于1632年 所以这个就将我们从很长寿的霍布斯啊 他是生于16世纪 今天我们就到了17世纪的洛克 第二位就是佐治·贝克莱 不是很有名 但其实他是最近前的一位哲学家 因为他是主教 他是阿尔兰人 他是阿尔兰的主教 第三位呢 就是大卫·修默 是苏格兰的哲学家 所以这三位的人物经常就在很多简单的哲学史当中 被称为英国的经验哲学的代表人物 相对的就是欧陆的理性主义 当然这些名称呢 都是相当有误导性 因为难道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不是理性吗 难道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完全否定经验吗 这里我们不想拖太长了 但总之这三位思想家 其实不单止在哲学上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而且他们都有自己很突突的政治的关联 他们的政治也是跟当时候英国 特别是清教徒运动是相当有关系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 我们进入了一个是跟我们现在中国基督徒最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都是很敬仰清教徒的灵命 我们也相当比较熟悉的是英国的发展 有时候多过欧洲啊或者其他地方的发展 所以约翰·洛克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物 也是这三位的第一位 我们会特别介绍他 因为他是最有名的哲学家 而他写的著作好像论政府啊 因为篇幅很短 都是很多人看过的一些的著作 而且他文三位的特点都是用英语写的 所以就不会有太大的语文上面的隔阂了 你不需要跑到德国跑到法国 因此他们真的是跟我们现代的中国人 是比较接近一点点 约翰·洛克的名气很大了 因此呢比较上有亲和性 因为起码我们听过一点点 那其他的人呢 可能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过 可能简单的介绍英国的政治哲学 非洛克一人无疑了 只是讲洛克可能就代表了整个英国哲学界里面的政治哲学 但当然了其他人也有他兔特的贡献 因此约翰·洛克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 他真的可以跟佛布斯相提并论 虽然他们的年代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上下两代啊 佛布斯他死的时候 差不多是1680年要迈进了 是差不多十八世纪的年代 洛克生于1632 死于1704年 因此他们有层上启下的作用 而他们两个的生平呢 也是有重叠的 大概重叠了有接近三十四十年 他们当时候都是所谓英雄众英雄 但另外也是可以说文人相亲 因此呢很多人提到的时候 就最喜欢将他们当作是两个国宝 而网上呢就有很多呢 是泰国以变概全的讲法了 比如佛布斯是强调人的性本恶 跟着洛克就强调人的性本善 佛布斯可能今天来讲 他就属于所谓保守主义 洛克就属于自由主义 那这些讲法呢 我相信有他的好处了 因为你如果倒一杯茶 倒一杯咖啡 你可能喝两口你看完了 哇这个很好啊 这个是高度浓缩 就好像基金一样的东西 但事情当然永远不会这么简单 难道心本恶的人 他会否定我们人 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吗 同样心本善的人 怎么可以忘记 创世纪三章人的堕落的事实呢 因此当时候的清教徒运动 其实两方面的声音都有 因为家文主义的五点的第一点 就是说人的全然败坏 那家文主义 包括家文本人 我们都知道他们很有 人文主义的背景 人文主义多多少少 就是很强调人的文化 艺术啊 文学啊 甚至科学上面的贡献 因此呢 我们真的可能不要将历史人物 特别思想人物 经常就用黑脸白脸来看他们 所以从这来讲呢 我固然同意啊 福布斯 光是看他的样子 不需要看他的书 都觉得他很悲观 洛克呢 看他的样子啊 很英俊的 有一点像现在一些的男明星啊 所以呢 我们觉得洛克是比较乐观一点 最最有名的 就是美国的独立双眼里面呢 就说过 人人身为平等 都有追求生命 自由和快乐的权避 或者权利 很多时候这个追求快乐 这句话呢 很多的网上资料都告诉我们呢 是处处洛克的 而且美国呢 更早的时候呢 有其他一两个小的州呢 他们都有一些很接近独立双眼的文献 而无独有偶呢 他们很多的 都是有追求生命 自由 跟着呢 有些是追求理性的权利 因此呢 这个字 他的意思呢 你都知道他是多益的 从来不是单单指的快乐 而且快乐呢 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快乐 比较接近我们中文的 应该是说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这个追求快乐 幸福 如果大家回到我们 最早的节目 你都知道 是最早可以找到 古希腊的人 已经有这种的信念 甚至呢 最后他们用一个 最接近我们汉语的字了 就是善 人人生下来 不是性本善 但是我们都追求善 追求止于至善 追求一个和好的 美丽的 幸福的世界 甚至大同世界 因此 洛克 他的思维 你可以说是很传统的 其实没有任何的革命的意义 但是他的确呢 就成为了很多 后来的一些的革新运动 思想人物 就好像对岸的法国 就有卢书他们 为了法国大革命 铺下了道路 种下了种子 所以他们两位 不管英国和法国 都出了这一类的人物 因此那个时代 就被称为启蒙运动 而启蒙运动 当然我们基督徒 一般的印象了 就说他们是高举理性 抵挡神的 可能意想不到的后果 是产生了一些 相当敌对基督教的运动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物 其实你仔细来看 其实他们都有 很浓厚的基督教的背景 不管是基督新教 还是天主教 所以洛克我们如果很简单来看他 我们很容易被误导 因为他太有名了 很多网上的资料 其他的资料 都简单来介绍他 是什么自由主义之父 经验主义的思想家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他 其实他的思想 他的人生是很复杂的 而他跟福布斯的人生 差不多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他们都是有同一个命运 就是自我流放 福布斯是作为一个保皇党 他个人你可以说是倾向于 天主教的政治背景 洛克却不是了 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很相信 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 而当时候他们已经开始 有政党的出现了 英国的政党是很有名的 在历史上面叫灰格党 光辉的灰性格的格 这个很难翻译了 因为这些古旧的英语 现在都没有这个语 但是这个党一直下来 就变成了今天的所谓的自由党了 而自由党我不会讲 它是左还是中还是右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颜色和光谱 但今天一般来讲 自由党都是比较估计到 比如工人的权益 福利 比较重视大家的军品 这个是自由党一般的政杠 因此洛克就好像成为 这一种的政治立场的代表人物 那洛克他本人的思想 其实真的是多方面的 但是他因为跟弗布斯是同时代 所以他们曾经有过鼻战 洛克在书里面批评弗布斯 简直就是独裁主义 哇 你看多么厉害了 如果他是永务君主的 他就是独裁者 而福布斯本人呢 就是不单只是认同 英国清教徒的革命 而且呢 清教徒最厉害了 就是将英国的国王来砍头 所以大家注意 当然英国他不是皇帝 他乃是国王 而这个就是扯连的查理士一世了 他在1649年的1月30号 被送上断头台 他死的时候才48岁 而今天历史上其实都说了 查理士一世是相当有为的君王 其实他在很多的政见上面 他都相当有独到的眼光 所以他英年早逝 而且是被砍头 是相当亡死的 而这件事情呢 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到今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英国朋友 你去问他们 其实你可能会发现 对于很拥护君主制的 福布斯来讲 当然他会说 杀君如杀国 士君如士国了 他大意不到 但是我相信呢 后来连洛克本人呢 他都会有一点反思 知道这个是新教徒运动过火了 所以今天来讲 大部分英国人 不管是哪一个立场的 他们都会说呢 查理士一世是个悲剧 甚至是个错误 结果查理士一世被砍头之后 当然就是新教徒的执政了 他们也差不多等同废掉了国会 那后来就有扶辟运动 就是查理士二世回来 查理士二世回来的时候 就开始了扶辟运动 那洛克呢 你看他这个人呢 真的疯狂到一个地步 被他告 说他呢 曾经参与要刺杀查理二世 国王的阴谋 哇 这个是翻天覆地 好像我们中国的太平天国一样 所以洛克呢 后来他要逃亡了 逃亡去哪里呢 就是五月发的根源地 逃亡到舌兰了 于是呢 他们就一直要逃亡 我都不知道啊 洛克有没有去过 当时候最大的贼窝啊 就是日内瓦 在瑞士的日内瓦 但是呢 总之 佛布斯啊 洛克啊 都是逃亡到欧洲 而且有些人呢 都是不单止在巴黎 还一直去到瑞士的日内瓦 因为那些叫做自由城市 也是自由思想者的聚聚地 但我在这里要讲 因为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太多的来解释 其实洛克本人呢 他不单只是相当反对仇视 如果是所谓的君主制 他另外一端呢 他也是相当的敌对清教徒运动 因为他会认为了清教徒运动呢 里面的宗教的不宽容呢 也是他不能够接纳的 哇 所以他这个人两边都不讨好 他既要反君主制 也很反清教徒运动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呢 他讲自由主义啊 结果他的政治哲学跟政治神学 是跟清教徒同一个脉络 不是的 洛克有很多的观念呢 是相当不被清教徒所接纳的 譬如《论宗教宽容》这本书啦 这些书全部都是立明的著作 你看当时候已经有很严密的文字语啊 所以他们出版呢 一就是立明 二就是死后出版了 所以这些人都是这样子 那他的《论宗教宽容》这本小书 在亚姆斯特当出版 也是当时候主要的自由派的思想家 逃亡剧的地方 那宗教宽容对于清教徒来讲呢 是一个不存在的也不可能的语题 因此清教徒最后经过五月花 当然他们是之后才到的 无论如何 五月花这条船到了美国 后来他们再有一个大迁移 就建立了美国东岸的 所谓新英格兰地区 而那里的清教徒 他们的肯荒的地区 都是今天来讲啊 宗教专制的啊 你如果主日你不去崇拜啊 哇你大祸临头 因此呢 这个宗教宽容呢 你可以说是现代的观念 清教徒可能是跟当时候的 宗师级的君主制 是一个同前的两面 他们都是支持 你可以叫做专政 或者专制的体系 一国一教 他们不会允许 在宗教上有多元主义的 但是洛克却很强调宗教宽容 更多他很有名的 哲学著作呢 叫人类理解论 人类理解论 我们没有时间来讲的 但是他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提到 所有的物质在世界 都有第一性和第二性 或者第一个本质和第二个本质 而他的第二个本质呢 是很怪的 他就认为了所有的 或者就是欧陆理性主义所讲的 与生俱来鲜艳的 就是物质所有的本质 这个叫做最简单的思想 但是第二性呢 就是人的综合的思想 或者叫次要特质了 这些次要的特质 可以譬如分为物质的颜色呢 它的味道呢 这些都是经验可以领悟的 所以呢 它是跟物质的本质不同的 是我们经过经验 归纳出来的 所以他们都叫做经验主义 而他们当然用很简单的话来讲 认为了经验是比思想更重要 我们的知识都是来自外界的 但是经过我们综合 也包括了归纳 这个就是他们的思维 但正是因为这样子呢 洛克产生了后来的 许多头痛的问题了 因为怎么样分开物质的 所谓基本的特质 跟次要的特质呢 它的第一质 跟它的第二质是怎么分呢 洛克也没有好好的交代 我只是想用一个 比较抽象的观念 来跟大家解释 就洛克这个人呢 他其实不是一个 很严谨的哲学家 当然我这样讲是冒大不韦了 因为很多洛克的贴粉在 就会骂死我 那的确是 而这个就引到了 他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呢 有一些甚至比较是 看起来是矛盾的事情 他不处理的 因为他就是认为 他要讲的高举的自由 比如他要高举宽容 但是我们知道最麻烦的东西就是 当我们说一切都要宽容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很不宽容的讲法了 因为我唯一不宽容的 就是那些不宽容的人 卢书就是有这个毛病了 他说他将来要有个理想国 他唯一要赶走的人呢 就是那些反对宽容的人 他们要出出他的理想国的国界之外 那到底我们应该是宽容呢 还是不宽容呢 而宽容的人呢 他可能会宽容一切 但有一样事情 他一定不宽容的 就是那些不宽容的人 那不宽容的人不用说了 都是独裁者了 都是专政的人了 但在当中可不可能有宽容的 一点点的空间呢 洛克不处理 总之他就说 我们要论宗教宽容 因此洛克他很多时候 不要求他写的这些小册子呢 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结论 他就好像是个仓道者 他要切干起义 所以呢 他后面的著作呢 就是充满了这种特点了 比如他很有名的政府论呢 是二论呢 总共有两个 但是呢 更加有名的是第二本 因为他的政府论里面呢 第一本基本上就是讨论很多的政体啊 政治的一般的问题 但是呢 他的第二卷呢 就是专门讨论到 关于我们现代的观念了 就是关于我们的 私产的问题 而这个呢 就是成为了 现代的私产论 一个好像独立双眼一样 因为大部分的哲学家都是 我叫他们空军了 都是开着战斗机 轰炸机在上面飞来飞去 好像蜻蜓或者窗蜓 或者蚊子一样的 没有人做陆军 起码在洛克处理一个落地的问题 就是地产 哇 这个有突破性了 在这里呢 就是扯到远一点了 很多宗教经验都不会久 可南京也是史无前例的 给家庭里面的女性成员呢 都能够沉寂地产 哇 这个是很突破性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洛克的贡献了 他的第一本的政治论 基本上都是讨论是军权神兽啊 还是军权人兽啊 到底怎么样来寻找一个最和平 或者用现代话来讲 都是个很民主的政体啊 应该是寡头啊 还是一个公众的权利啊 这一些都是政治哲学 那他第二篇呢 就忽然有讨论到自然状态 而这个自然状态 就是跟霍布斯背道而驰了 他的自然状态呢 可能没有法国人这么乐观 但是他都认为呢 在自然状态当中 虽然我们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呢 好像四世纪所讲的 人人呢 都会任意而行的 但是呢 他仍然认为呢 自然状态当中呢 有神的护理 有神的掌管 因此呢 自然状态呢 在这种的过程当中 虽然是有危险 但是呢 自然状态 始终来讲 是远远好过 有一位霸道的霸权的独裁者 因此他推崇自然状态 并且他将到生命 自由跟财产呢 都归在自由状态当中 那所以呢 这个又引申到美国的独立酸盐了 又有一些小的州啊 美国当时有十个州 一起签名独立酸盐 结果独立酸盐里面 我经常搞错一个大的笑话 因为这个五月花呢 有102个乘客 那我就经常说 独立酸盐有102个人签名 后来有好同工的 陈牧师啊 不止啊 签名的人很多 所以有多少 总之不是102个 所以我今天不会把这个错误了 但总之呢 美国那时候 不单是签名的人呢 有这个独立酸盐 其他小的州呢 多多少少都有 相类此的独立酸盐 结果又是出了什么呢 又是出了一个经典的 另外一个句子了 就是了 仍然都有追求生命 自由与财产的权利 与地产的权利 或者与私有产的权利 哇 你又知道了 这个呢 就是清清楚楚的 洛克真的有人叫他做 美国的国父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国父了 上次说 福布斯斯的 有人说是加尔文是美国国父 当然我觉得这个扯得太远了 我觉得不要这样讲 你要不要讲马丁路德斯啊 你不可能啊 要不要讲奥古斯丁啊 所以呢 我说有时候 我们不要太过节地气 而且我们不要讨论现代的国家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跟它的烈 我们总之要心平气和的 在真道上张力的稳 跟着我们吸收一些好的文化跟哲理 来丰富我们的神学的反思 所以我对于谁是国父这些问题啊 我真的不感兴趣 但是洛克呢 是在文字上 他是很启发到美国的这种独立双眼 所以这个就是来自他的所谓 政府二论的第二论了 这个私有产权 所以洛克你就看了 他就很多 他是一种先锋性的贡献 那我不会说 他在思想上比不上其他人 但是呢 我会说呢 他有很多的主张 就好像那些干起义一样 我们先做什么 哇 我们先起义 那之后呢 慢慢才谈 这一种啊 是属于革命家的 你不是思想家 因为思想家是什么 坐下来 从头到尾 写一本 剧出 流放白事的 但自己呢 就死得好凄惨的 就好像 加尔文也是这样子了 佛布斯也是这样子了 你看加尔文从来没有成功的组织一次的义勇军 他从来没有的 法国的当时的基督新教徒被杀到片甲不留啊 所以很多人都说光是从这个结果来讲呢 加尔文本人呢 如果他知道他死后呢 整个法国会有这么大的动乱了 他可能是相当的内疚 所以呢 洛克他就是有这种魅力了 他经常想到一些我们说看点 是人类的思想变革当中的看点 他就登高一夫 我们要自由 要私有产权 我们要追求一种现代的民主 他就提出来 但你要知道 洛克的生平呢 其实还是在新旧交替之间 洛克1632年出生了 17世纪的中业 他很长寿啊 72岁啊 他1704年都过生了 他很明显是在一个新旧交替之间 相比来讲 路德跟加尔文呢 毫无疑问了 他们真的就是一个旧时代的人 完全生在旧时代 死在旧时代 完全不会有任何现代的思维 但是洛克却不是了 所以洛克的生平呢 是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我们今天看洛克 固然要看他的著作 但很可能呢 我们更加要看见了 他是一个思想的行动家 他的思想呢 是很有煽动性的 产生了很多的运动 行动 甚至革命 这个就是他的特点 很多思想家真的闭门造句 是书生论证 但是洛克却不是 他的文字很有感染力 其实这三位所谓经验主义的英国 或者叫英伦的哲学家呢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所以他们的文字很优雅 很多人告诉我 听说今天英国的孩子们学英文了 他们除了是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啊 或者一些的史诗之外呢 他们会从洛克 托克莱和休默的文字当中呢 哲学的书当中去学英语的 因为他们的英语呢 很精炼 很优雅 而你就知道呢 我们今天讲到这种的哲学呢 已经不再是我们现代的定义了 它是一个以前的 是比较一个宽管的定义 它牵涉到文字跟文学 牵涉到思维 甚至呢牵涉到思想产生出来的运动 它是整体的 因此呢我们中国人说 知行合一 我们竟然讲到呢 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 是怎么样连成一体 我相信呢 这个就最能够体现在洛克 还有许多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当中 他们都是透过他们的文字 鼓动社会运动 而这个很合乎我们中国人的印象 我文字是文以载道 但也能够影响世界 真的是我 而洛克就是这种的人物了 所以他连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讲呢 我都认为呢 他不是一种传统意义的哲学家 他相当有的一种现代的精神了 现代的气势 所以呢 今天我们看他 千万不要将他看作是一个 什么长春城啊 牛津剑桥的啊 坐在书栽里面的思想家 他不是 他到处流亡 到处去串访啊 探访很多不同的同道 他要为时代来写作 所以呢 难怪他真的是流荒白痴了 很多人想到 现代 想到政治 想到英伦 总是提到洛克 所以很希望呢 我今天是抛尊领域了 大家如果有时间了 真的多一点看他的书 很容易看的 他的英文很好 翻译做中文 也很容易看的 就好像是一杯好茶 或者是一杯奶茶一样 很顺口的 所以请大家有空多点去看 好 这个是我今天简单的介绍啊 对 陈牧师那我这有一些问题啊 我在听您讲洛克 因为我知道洛克的著作 在大陆基本上都有出版 就政府论呢 还有论宗教宽容 还有人类理解论啊 这三本书 至少保守主义啊 都会去读的 那我在这儿突然想到 就是您在说洛克 他有一本书叫论宗教宽容 您也讲到了 就是其实在他那个背景下 当时的清教徒也好 就是因为从天主教分离出来了 实际上我在想 我在看 我觉得人的本质 不管是清教徒 还是天主教在当时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天主教是一个大一统的 用我们现代话说是 叫专权的 其实新教基本上也会形成这样 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 后面的这种宗教战争啊 很多啊 我觉得多多少少 真的新教掌握了政权以后 也是对天主教是不容的 甚至要赶尽杀绝的 但是洛克的论宗教宽容 他就把宗教划到一个 良心自由的范畴里面去 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这种划分 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这个 美洲大陆也就是新大陆 您之前也讲过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五月花号过去 以后将近几十年 有陆陆续续很多清教徒过去 实际上他们所建立的那个社群 因为我们今天话 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都生活不了 在那个社群里 因为非常的严格 我们听起清教徒好像觉得特向往 但是真的他们的 或者讲有点不太好听 就清规戒律 也是很严格的 那因为洛克写了这个宗教宽容 可能这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叫思潮吧 也影响到了美洲大陆 所以他们慢慢慢慢就有一群人 不是到了罗德岛呢 然后他们愿意建立一个 这个因着良心自由来任性自己的宗教信仰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是不是也是慢慢的影响到整个美洲大陆了 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关系 绝对是 但是我就在这里就说了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用黑脸白脸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了 我们曾经提过 当年路德他一生人当中最大的一次鼻战 就是跟天主教的代表 依赖师母 讨论自由意志 两个人写的书都是叫做论自由意志 但是很明显的 就是依赖师母就强调自由意志 路德可能强调预定论 其实他没有好像家文这样子讲 一种很扎实的预定论的教育 那家文主义也是了 他被称为预定论之父啊 但是很多很好的同工 包括我自己最好的一位长辈同工 林慈信牧师都很强调 千万不要将家文主义等同预定论主义 因为预定论不是他的神学的中心 那下来呢 这个就是不断产生有纷争 包括后来的多特会议里面的亚米联派 和在荷兰的家文主义者 而洛克就是这个例子了 当时候清教徒里面也有这个倾向 就是他们呢 起初是家文主义者 后来呢 他们就接到了另外一种立场 叫苏西尼主义 苏西尼主义呢 很复杂了 他主要就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神学家 大概是16世纪的 叫苏西尼 这个苏西尼主义后来呢 就变了我们今天所讲的神体一位论了 就是他们是反对三位一体的 那这个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异端呢 其实又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讲的神体一位论 最早的时候苏西尼本来没有的 而且很多时候最早期的这个三位一体 注重三还是一 也是有很多混杂性在当中 所以我们要区分原来的早期的苏西尼主义 跟后来的这种错误的 带有一端倾向的神体一位论 我们要将他们做一个比较公道的区分 但苏西尼主义最最明显的 就是他们基本上不会接纳 家文主义的预定论 他们很强调自由意志 而洛克就是用这个观念 因此洛克的思维就是我刚才所讲过 他一方面反对君王制 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喜欢伦敦的清教徒 因为他对于家文主义有戒心 这一个问题一直到美国的时候 也继续有发展 就是你所说的 以波士顿为代表的 整个新一个男的 很传统的 甚至那有一种比较专横的家文主义 清教徒主义 更多中间就有人受不了 就跑到其他的小的州里面 后来这些人都联了起来 牵独立酸野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就是我们看现代的政治哲学 现在很多的革命运动背后的神学的背景了 好像一个舞台局一样 他们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很辉煌的步景 这个步景就是清教徒神学 而这个论证 我们平静静气来讲 其实两边都有他们的对的地方 而两边我们或者说都有它的缺点 任何矫枉过阵的看法都有危险 比如预定论 如果你矫枉过阵 就变成一个宿命论 当然这个就是违背圣经 而且也不可能是家文的原意 但是自由主义 如果你言过其实的将它夸张 变成了一种毫无节制的 甚至一种不道德的自由放任 那当然是违背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在这里来讲 整个洛克当时候的处景 你可以说是很典型 当时候的清教徒当中其实有很多 他们一方面都是家文试点的 他们不能够接纳说基督只为 他所拣选的人死的 他们不能够接纳有限的代数 并且他们多少少的 在三位一体上面 他们是倾向于强调三位一体的一 他们就一个神格的 其中一个就是约翰米尔顿 所以他们都有这个倾向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一段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话来讲 这么复杂的立场了 我们就有时候不叫他们做异端了 叫他们做神权的异见分子 但是要看他们活在哪里 如果活在清朝徒的圈子当中 肯定随时有杀头的危机 如果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大家可以和而不同 所以我再讲了 这些的问题好复杂的 用西方的角度 大家要多点看书和看背景 用中国的角度来更加好办了 我们中国人叫什么 和而不同了 求同存异了 这个不是坏的 有时候中国人的智慧 是有空军的智慧 也有陆军的脚踏实地的 一种的智慧在当中的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两方面都要有的 总之神学跟哲学 一方面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信念 但是千万不要交往过正 也不要用一把三方宝剑的 就这样所有你不喜欢的人都判为异端 这个是太过极端的做法 所以洛克的生平 你怎么样看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你可能喜欢那个很可怕的佛布斯 因为你是喜欢的人性恶论的 但是我在讲洛克有他可爱的地方 他这些的讲法都融化成为了 我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 你试试看 你去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自由产权的 什么自由都没有的 没有宽容的 你试试看你去 你可能就半天都跑走了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洛克这种人的 是的 好的 谢谢陈牧师 其实我们在想起这些能够影响 人类进程的这种思想家的时候 我们觉得有时候理不清一个线索 但是我们谢谢陈牧师在我们中间 就为我们能够带来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读这些思想家的书的时候 也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神学底子去把握 所以我们的政治神学漫谈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从神学的角度去看政治哲学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还是要下课了 我们就静待陈牧师在下一节课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 那谢谢你陈牧师 我们就下节课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